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谢谢 行吧 行吧 我这就快到点了 这个好些日子没说书了 刚才赵云霞说了一顿 一会高峰老师还有 咱们这屋子也小 地方也小 难得各位这么捧场 其实说句良心话 坐在这儿 比三五千人 就是让我觉得更亲切 为什么呢 打小先学的评书 后来这个改的相声 一晃这么些年了 刚进北京城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小书馆里说书 那会儿 琉璃茶 东琉璃茶也干过 后来挪的西琉璃茶 两边都演过 比这个屋长一些 但没这个宽 能做个六七十人 观众是越来越多 到后来啊 人太多了 有时候一演出 把窗户开了 窗户外边站立着观众 这是真事 把茶碗都放在窗台上 大伙也得听 其实这些个民间艺术 尤其传统的曲艺形式 大伙都喜欢 不是说节目有问题 也不是说观众不喜欢 毛病出了演员生日 你要不演 人家不知道是什么 这不开了这么一小书馆吗 不为了挣钱 就为了交朋友 坐满了就这么几十人 弄得跟记者发布会是什么 我这数了数 十多个机子 好吧 你们受累吧 这个 这门艺术也不景气 说书比说相声 要难得很多 你要说说相声 北京城也罢 外地也罢 大大小小的园子 班设有很多 说书实在是没有多少人 现在如今全国知名的说书艺人 大伙统计一下 这十个指都伸开了 也就说出来了 也就是这些老先生 年轻演员跟不上 说为什么说书不容易呢 说书啊 您记住一句话 人有多大 书有多大 他那个心要这么窄 他说军国大事 他说不了 他必须把整个事全装在心里边 皇上怎么着 大臣怎么着 文物群臣如何 翻帮外国了 怎么怎么样 老百姓什么心态 整个这个事打仗了 为什么打仗 不应该打仗 为什么 他都得讲一讲 所以说这个很难 那 当然我们也很年轻 虽然说这个从小学这个吧 但是 凳子不合适 但是那个 说书这凳子啊 您记住了 必须跟桌子这高瓦是有关系的 不能坐在底下 到这儿到胸口不行 还得高 整个桌子在手底下 就这几点东西 使得还方便 把今儿开始就算是开书了 那么说日后怎么干呢 还在试验期间 两年前就在这个屋 德运书馆开张 那会儿我的老文师金文生先生 带着我们这些孩子们在这演出 后来老先生呢 因为脑出血 会天津养伤啊 万幸这么多年来恢复的就算不错 两年后 现在也有时间了啊 大伙说还是把书馆开开吧 于是重新调整一下方向 原来是排在这边 观众在这边啊 好嘞我说拧一下吧 因为那边是洗手间 你出了进去也方便啊 要说书先生坐那也不方便 这样呢 可能大伙也读得看 有些横抛面 从下周开始 德运书馆的正式就开始演出了啊 哪个队要是敢在德运社这演出 那比如下周是二队 那么二队负责这儿的书馆业务 那咱们占定是周六周日的下午和晚上 一周是四场 二队演完三队三队完了是一队 这三个队都演完了 咱们再看 观众也看了 时间合适不合适 书目合适不合适 演员你们爱看不爱看 这儿捋顺了 咱们再重新定章程 我的时间呢就是 我也说不准 反正 只要我有功夫 我是准来 啊 大伙爱听什么呢 我就跟你们这儿念叨念叨 不为说书 是为交朋友 其实说句良心话 为了今天这场书 我真走脑子了 啊 说相声吧 好办 说一什么 说一什么 但是你说说书 说什么呀 那好些人没说了 后来家里边孩子们说 说您打算说什么呀 我说 我说一三峡剑 开始是这么想啊 这不是开始那么想的吗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我是三峡剑开的萌 啊 打小儿一学书 先开的萌 不要打擒天报 啊 明末清初 红虎山博虎寨 明清八义 打这开的书 前套后套 我都都学过 他们说哪精彩 我说那就是皇宫盗宝 啊 这个蒋博方 棍嫂 萧军才 这个精彩 但这一说 这一个半月 也说不完这一段 啊 我这 跑一颗我走了 我更爱骂 我不能那样 对不起大伙 说不合适 那样就好办 后来说这怎么办呢 我开始想说 我说要不说一个 小武艺 大武艺小武艺也行 就高峰老师说 他要说七甲五义 我说那就算了吧 啊 把这拉倒了 哎 再后来想来想去 我想 太子逃国 啊 太子逃国 但是那太像单口相声了 啊 我说哪天搁的 德运社大屋里 咱们再说 想来想去 我是今天干脆给大伙 说一水火传吧 啊 因为之前也说过这个 水火传呢 说的还都少 啊 四大名著 大伙都知道了 具体是哪四大名著 咱们也不提了 你们老听我 你们也都知道啊 我就不说了 水火传呢 这个书既简单又复杂 说简单 花几块钱 十几块钱买一套书 从事到尾的故事 你全知道 那或者说你上网 看看电视剧 买张盗版盘 啊 故事 想不住您各位 水火传谁还不知道吗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说 你还要来听说书 这就是说书先生的能力了 吧 你听的这个回去 你在哪个书屋你找不着 这就是为什么说书要拜师的原因 啊 你谁不认字啊 是不是 就现在这个年头 人家买本书看看 就这故事就完了 但是你要听说书的先生说 就不一样了 啊 这里边书文细理 人情世故 包括书里边没讲到的东西 我们从演员的角度把它剖析开 咱们再讲 当时他为什么这样 这个事情还会如何 越细致越不嫌细致 连皮再讲 这叫说书 啊 其实之前也说过一些水浒的片段 98年的时候呢 我还录过一套水浒 350回山东卫视播过这个啊 那也是好多年不说了 想着说 想哪是哪啊 我只要一忘了 我就一摔木头 咱们就休息 我想起来 那咱们再来 桌子上就这几件东西啊 再加上两MP3 咱也不知道这都谁的 啊 送我的 那我就 那我就关了它吧 咱们再来一个 你还亮啊 大将生来胆气豪 腰横秋水 眼灵刀 风吹脱骨山河洞 电闪旌旗日月高 天上麒麟原有种 雪中楼仪 岂能逃 太平代照 归来日 镇与将军 天上麒麟是弄 上麒麟 鸟公 看见这店门在这 小时候听说书 听老先生说书 往这一坐 老先生说话嘴里没声音开始 为什么呀 大伙都乱着 他上来他不喊 大脚上来淡几号 他不喊 大脚上来的 女豪表红出事业领导 观众也纳闷说什么呢 就安静下来了 这都老先生的技巧 没有一上来就喊 你喊他也喊 所以说这个 演员在台上 有意思吗 好吧 既然你们说有意思 咱们就开书吧 这个水浒传呢 其实说了四个字 叫官逼民返 松桃嘛 其实大框架你们都知道 徽宗皇帝 赵极登基 赵极是我 挺喜欢的一个皇上 这个人除了不会做皇上 什么都会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写那个字是最好看 叫寿金体 很棒 但是历史总是会开玩笑的 他除了不能当皇上 他什么都会 他是一个出色的艺术家 书法家 音乐家 但是偏偏让这么一个主 跟那当皇上 天下没个不乱 朝中出了四位奸臣 采精养检高求同贯 四大全臣 嗯 这个四大全臣呢 是老百姓后来杜撰的 朝中当时是有六贼 所谓的六贼 就是六位朝臣 因为咱们书里边不设计 所以咱不提了 但是说这四位 采精养检高求同贯 采精被称为世上三大奸臣之一嘛 严嵩 秦桧 采精 但是历史的很多东西 一句话两句话是无法说清楚 你比如说秦桧 好多人都骂秦桧 害死了岳飞 那如何如何 但是我们真正面对历史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秦桧也是很无奈的 啊 处于他那个位置上 并不是秦桧要杀岳飞 是皇上要杀岳飞 那么皇上不能自己说我要杀岳飞 必须有权臣来替他做这个事情 那 结果呢 秦桧想一办法把岳飞害了 那 万古的骂名啊 至今 岳王坟前面跪着两个铁像 就是生铁铸成的 一个是秦桧 一个是秦桧的夫人叫王氏 老话不都说吗 青山有姓埋中骨 白铁无辜住宁臣 正邪自古如兵汉 毁于金盼尾身 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老北京到那去 瞧见这个俩铁人 这个也骂 那个也醉醋醋 表达自己一种愤慨 但实际当时在那个情况下 不是秦桧的事 那是皇上的事 这个骂名是秦桧碑 可是你这么说 秦桧的后人 那也是忠臣意识 秦桧的曾孙叫秦聚 金兵困城的时候 金兵说了 听说秦 他曾孙在这了 咱派使臣去吧 去了劝祥 去了就杀了 斩了来使 而且自己把整个城市 烧了 秦聚带着自己儿子 跳到火里死了 到清朝 秦桧的后辈儿孙 有一些秦建权的 上坟的时候 还写这么不对的 人从宋后 扫明慧 我到坟前愧姓秦 所以这个东西 历史 它终归是真实的 它很多事情 又不是一句话两句话 能够说清楚 阎松 阎松 阎老阎松 明朝的全臣 时至今日 我们真正的面对事实 其实好些事情 你都夸海瑞是忠臣 同朝的 其实海瑞做的好些个事 很多不合适的事情 比阎松做的还过分 可是这个东西 就没法来讲了 蔡经也是如此 蔡经 阎松 秦桧这三位 还都是大书法家 秦桧写的字多好看 时至今日 我们还用秦桧的字 仿宋体是秦桧写的 只不过当时 因为大伙说 这是个奸臣 不能叫秦体 叫宋体吧 那么现在在这个 基础上改革之后 我们印刷的仿宋体 是秦桧的字 阎松的字更蒙说 六壁军人就写的 三海关那儿 那个天下第一关 人家写的 乾隆皇帝坐着瞧 这志公堂这仨字 这哪行 阎松写的 该 大伙都写 乾隆也写 写完之后不如人这 还得叫人写 还得贴他的仨字 天下的事情 很难一句话两句话 就把它说清楚 那么 孤望颜至 孤望听至 我们今天说到蔡经 蔡经这个人 也其实应该分成两面来说 不是说 说书先生一棍打死 这人就要是一大坏 咱一点好没有 并不是 人家家后边儿孙 写的一些回忆录 人也说了 蔡经当初 哪些事是对的 哪些事是不对的 但是你要非要站一批判角度 愣着说的是奸臣 如何如何 那咱说了 最后 蔡经传说是饿死的 八十来岁 刘放出去 有打开封 死的哪 死的 湖南乡台 据传说当初 带着一船的金银 刘放走 老百姓 不卖给他吃的 不卖给水 最后 活活是冻饿而死 啊 后来我想这个 不太现实 虽然说 很多的笔记 正史 都这么记载 但这不可能 那 宋朝那会儿 天下老百姓 谁知道哪个 长什么样的 就是 就是奸臣菜经啊 他不可能 不可能 而且来说 随身还带人呢 你不卖给他 别人去买 进一种美好的愿望 啊 荣斋随笔 洪迈先生写的这个书 还记载这么一个事情 菜经死了四十二年之后 说是千坟 打血坟头土 把死尸清出来 皮肉都没有了 但胸口这有一个万字 高二分 这么高左右 万字 就是咱们这个万字 啊 佛教的经常用的 这都知道啊 万字 我佛如来的logo 你要说大奸之臣 凶贤 怎么能有这个字呢 这好多事情 也无法解释 啊 这是闲话 闲话咱不提 咱们得 得说正事啊 要不然一会儿 到点了 不合适 朝中出了四奸 菜经养检 高求同快 四大奸 尤其这个菜经 啊 很厉害 招惹了天下 是民不聊生 天下哀鸿遍野 老百姓忍无可忍 皆干起 其中就有水不良善 咱们这书说的就是水不良善 那说的一百零八元好汉 其中有一位叫宋江宋功名 山东运城人 啊 这种原来是运城县县压的压死 刑防疏离 啊 自个儿的外事 严破戏给杀了 冲军发配 要到江州 就这一路上 逢山有寇 玉岭 藏贼 天下都是英雄好汉 那么最后呢 大伙都知道他的名字 尤其是梁山的这些好汉们 一直就派人把他送到了江州城 之前咱们也说过 说的是宋江到了江州之后的事情 啊 今天所讲的这个是寻阳楼提反尸 怎么惹的祸 啊 宋三爷带着两个差人 这叫常介 啊 张千里万 一路走来 哥俩挺开心 为什么呢 无论走到哪 一说宋三爷 街道的也罢 啊 这个传匪路罢都算上啊 每位都给钱 三爷您带着这话 您到那 三年才能回家呢 您拿着钱吧 所以说一路上 脸的金银财宝 不计其数 这一天 三个人来在了江州 就是江西的九江 那么说 一进了九江 拿眼一打量 这个城市不错 啊 比山东路上要繁华许多 啊 鱼米之乡嘛 要靠着江边 老百姓 从神色上看 也不慌张 一个个生活的挺好 哦 这个城市很适合居住 往里边走吧 奔哪啊 得打听一下 要到九江府 九江之府 叫蔡德璋 是蔡京的第九个儿子 列位 这是民间演义 史料记载 蔡京一共是八个儿子 但是咱们从中 水浒传都说了 是第九个儿子 别抬杠 抬杠这活没法干的 啊 九江之府 蔡德璋 最小的儿子 这是唐九 多的岁数 二十九 而且 啊 朝里有人好做官啊 他爸爸是朝里边的宰相 儿子搁在这儿的 鱼米之乡 做一个之府 今天宋三爷来 来的正合适 为什么呀 今天是蔡京的夫人 蔡之府的母亲 六十大寿 只因公务在身 不能回京拜寿 故此 在这儿给母亲诸寿 那整个牙里不是大事 牙里牙外送礼的 呼 而且逢这个日子 牙门口有规矩 怎么呢 大吉大利的日子 免动响弃是免责刑罚 说今天不许打人 说这就是来了 打四十大板 往常行 今天不可以 老太太过生日 突一吉利 一拆二戒 来再聊 九江府衙门口 啊 让千里万 拿眼一打亮 衙门口那 站着一小班头 那马快的小伙计 这种二十来岁 黄白镜子 脸上那儿浅麻子 书中代言姓刘 叫刘二麻子 啊 一回头瞧见了 一拆一个二戒 心里挺开心 为什么呀 啊 这是有打别处地借过来的 那么说只要我弄好了 这里边能挣钱 啊 一小俩 长借过来了 刘二麻子 满面堆欢 两位 辛苦 哎呦 辛苦辛苦辛苦 哈哈哈哈 这个 这是咱们 九江府呀 没错 嗯 两位上差 又何处 押解 人犯一鸣 哦 说着话 刘二麻子可都过来了 上眼 下一眼 打亮宋三爷 一瞧这种 穿的不赖 啊 往脸上瞧 气宇轩昂 而且这两个柴人 背着大包袱 看着意思 很尊敬这个犯人 就说明家里有钱 有钱 这个柴人才能客气呢 啊 哦 哦 这个 这是您二位带来 对对对对 山东的啊 宋三爷 哦 宋三爷 哈哈哈哈 九江九江 哪儿九江 他知道他是谁呀 啊 这都是客气话 都这样啊 哎呀 您这一路辛苦 宋三爷是交朋友的人 哦 上台 上台 因为什么呢 他本身也是衙门口的工人 所以说他知道这些礼数 啊 您辛苦啊 哈哈哈哈 哎呀 远路奔波到此啊 你什么 呃 公文什么给我 我给您投递 张千里万特别开心 怎么呢 你到这儿 你不熟出那门 进那门找谁啊 有人愿意给自己帮忙 太好了 把公文解下来了 您手里 八斤八斤呢 哈哈哈哈 哎呀 这个咱们都是 自己人啊 老话说咱们是窝里机 为什么呢 咱们是一家子 没别的 这个 我听说这个 这一趟可是不容易 今天到这儿了 没别的 我也交个朋友 待会儿我跟里边说说 啊 宋三爷来了 咱们今天免责免打 卖个好 就是你来了 我就跟里边说说 不打你 其实就是谁来了都不打 啊 但这三位不知道 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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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上堂来 四十沙维棒够瘦的 啊 进去吧 到里边投文 因为今天大家都知道 老太太过生日 所以说一切的公文 全是从简 按照正常的来说 就是投完了文 把东西撂在这儿 人里边债完章 要把宋三爷发到管役 这个管役 这个管是监管的管 不是旅管的管 不是咱们说的那个驿站 不是那种 就像这种犯人 长途爬车送来的 他得跟那儿看管着 类似居留所 但是比那个松 因为这个人跟这儿 得待三年 啊 他到这儿了 就算受了惩罚了 但是不能离开 得住的管役 那儿有一个管役官 负责看着什么 是这么个意思 那按说拿出来 递给他们 你们走吧 奔里当街去 到管役官就完了 啊 到那儿去标明挂号 但这小子呢 是琢磨着挣钱的 啊 跟我走 我带你们去 一拆二戒 眼泪都快下来了 好人呐 啊 九江人交朋友 按说人管不着 哟 哥们儿 这太天麻烦了 哎 既在宫门内 必定好修行 又何况你 我咱们是一家子 来来来 跟我走 跟我走 跟着走吧 啊 远吗 没多远 整个这个 角江这儿也没多大 啊 拐弯抹角 抹角拐弯 穿过几趟街去 旁边这有一小茶馆 三位 先坐会儿 喝杯茶 啊 接对过 就是管一官老爷在那 啊 我先去问问 其实在不在 啊 问老爷 就是心情怎么样 哎好 谢谢 这个茶馆 这门进来 伙计过来泡上茶 三位跟这等着 啊 这小子出去了 有个一刻钟就回来了 嘿 真不赖 老爷就是 正好在 啊 他们说老爷 啊 我估计到这 也难为不了 宋三爷 我干脆好人做到底 今天咱们这样 我 跟里边说说 啊 想玩咱们运动一下 您到这 甭跟他们一块干活 受能力 您不是原来刑房疏离吗 到这 我给您办到超书房 腾写公文案卷 啊 有这么几间房 让您住 一天十四文钱 贴补您的伙食费用 您看怎么样 三爷心里痛快 好啊 这如同就说 找一份工作似的 你本来到这来 比如说 劳教啊 你得天天跟着干活 但现在不是了 那 超书房 写个公文案卷 这个就太棒了 就 哦 这个 小哥 但不知 花费极需 什么意思 这得花钱 凭什么不花钱 他又是干着的 都是公文中人 花费极需 书说到这 咱们得提前说一声 这刘二麻子 亏着心呢 为什么呢 犯人要说 我有个一技之长 我能帮着抄写公文 是人人可以干 就算你上下打点 十两银子到头了 就这么意思啊 他是诚心的发坏 哎呀 这个 是您是 您也是干着 咱们都是同行 哈哈哈哈 是多少得花点钱 这也没有办法 您也知道啊 他得 一百两 没说完 他得一百两 三爷这儿 好好好 说了个啊 刘二麻子心里一咯噔 这是多了 这是少了 又一琢磨呀 要跑了不要少了 一百两到一百五十两就行 心说你要再花架 咱们再商量 三爷乐了 好好好 离万丈千 打开行囊包裹 啊 这儿拿个包裹 打开来往桌上一摊 黄的是金子 白的是银子 一段麻子转过身 就啪 给四伙一嘴 咬勺了 啊 你看这事闹的 再说 没结果眼了 啊啊 行行行 来人家这儿 把银子拿出来 估摸着分量差不多 给您这个 哎哎哎哎哎哎 揣在兜里边 站起身来往外走 奔管一关衙门 到这儿去 跟里边说一声 都在了吧 哥几个啊 待会有山东地解来啊 一拆二戒 马上就到 这几个您收来盯着点 这儿说完了 转身又回来 三爷 我给您安排妥当 您跟我走 给人家茶钱 点进钱 就是马鲁堆棍啊 大的这儿 让着这个小班房 给气盛茶 里边有人去请老爷 这个官呢 叫管义官 啊 不大 但是呢 多多少少呢 也算一个小官 多的岁数 58岁 姓胡 啊 叫胡米胡 啊 你就知道这老爷 多了能力了 嗯 刚喝完酒 这里边给架出来 来吧 往这一坐 来带进来吧 就大底 送三爷上来了 三千大人啊 问了案情 仔细瞧了瞧 这个 会写字啊 是 兴方 亚斯 书利 会写字 哦 给拿笔 拿纸写过 瞧瞧 纸笔递过来 三爷新说 这哪一哪 又一琢磨 可能是 日后我跟超书房子 工作 人家不相信 我写吧 言德勒 莫填薄笔 刷是点点 写什么呀 无缘无故 看看这官 写个高升一品 写完了递上去 老爷瞧 这乐乐 鼻子泡都出来了 太吉利了 高升一品 这是给我念喜歌呢 他也是糊涂 你都五十八了 当这么一官 你升哪儿去 你还 这儿简简单单的 所有公文办理完了 这儿都说好了 日后你留在超书房 吩咐人带下去 老爷转屏风退堂 出了堂口 往后走 过了俩院子 一出这门 这院还挺大 迎面一瞧 这儿有五间草房 风雨飘摇 干嘛呢 各地啊 递解来的这些个犯人 跟这屋住 啊 有多少人呢 一十九名 三爷瞧瞧 我的意思 我是这屋吗 旁边有伙计 不是 您是这屋 因为您是超书房的先生 旁边这个呢 三间也是草房 但是规整很多了 推门进来一看 还不错 屋里边干个尖尖的 是这儿吗 是您的 您这条草房 这还是今年啊 刚翻修过 从里到外 全归着过 您放心 这个也没个虫子 没个个子的 只要说把家具 东西归着归着 这屋一样睡人 好嘞好嘞好嘞 谢谢吧 这都说完了 李万张天过来 跟三爷告别 三爷心里难过 李万张天哥俩 跟我一路上 初来来的这儿 山高路远 多受风霜之苦 现如今哥俩往回走 有个二三十天 人家能回家 见着自己的骨肉 那么说 我跟这儿有三年 才能回去了 家里边也有父亲 家里边也有哥哥 这日后怎么办 心里难过 哥俩 给三爷这儿磕一头 站起身来 直做压花子 三爷我们要走 但是 心里有事 怎么着 你们是 舍不得我 三爷您想多了 至今我二人身上 背着很多的金银的 这个反正路上 您也知道 都说了 有给您留的 江州这花的 也有点呢 是给我们哥俩 带回去的赏钱 三爷乐 是 你们的你们拿走 我不要 是是 您那边都给您哥那 我们俩背的是我们的 但有一件 这一回去山高路远 封山藏寇 御灵有贼 我们怕到不了家 三爷说这样 把钱存在我 三年后 我给你们带回去 俩说那我们就饿死了 我们只是这钱吃呢 三爷您瞧 这怎么办 从三爷点点头 这个事简单 我给你们出一主意 有我这办法 一路上平安无事 三爷主意太高了 啊 回去的路上 这哥俩真按这主意来的 出一条江州 头一站就是木居寨 啊 木居哥俩在这的 来到这直接去了 那跟您说一声 啊 这都是山代夫 我已经把 宋三爷送到地了 啊 很安全 没有别的 三爷说了 让你们派人呐 送我们 木居寨这几位山代夫 那送吧 送了前面送到青州府 啊 到青州府 这又跟这儿的说 这得送啊 得送啊 送哪呢 往前走 里几道口 奔梁山 送到梁山 又上梁山 啊 跟大伙说 你看我们哥俩得回去 吴军师说 行啊 派吧 派三百人 给俩送家去了 李万丈天 回了家 咱们不表 单说 送三爷 独撒一乡为一刻 坐在屋子里边 心里边也难受 打今天开始 要在这儿 待三年 哎 也没个熟人 也没个朋友 这算哪一道 心里 都打外边 呼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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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一帮人 谁啊 邪队门那大草房 一世九名难友 都进来了 一个个是棚头垢面 穿着破衣烂衫 每位脖子上 拴一根铁链子 这铁链子 到这头 有一木头桩子 这么大 铁链子 这头在木头桩子上 这头在脖子上 都扛着这桩子 干嘛 这都是没钱的 没钱的配金 怕你跑了 都受了罪 都扛着进来了 啊 三爷瞧说 这送水的 这怎么着 来来 几位几位请进 好 您是新来的 宋三爷 我们祝您对过 邻居 我们是也是 咱们同行吧 都是配君 哪来的都有 来来快来 快坐快坐 大伙说没事 我们就带着坐 把这蹲子放下 每位坐一个 来 聊天 聊门天呗 三爷是交朋友的人 你瞧各位 这脸这气色 哎呀 这个看来伙食不好 今天出此相逢 没别的 各位 我这里有一茶之境 掏出来五两银子 这几位 呼噜呼噜 全跪下 三爷 您是好人 我们这里 有俩人 刚才啊 咱这屋嘀咕 听说过您 山东 胡宝义及时雨 宋江 宋公明 没想到您真是交朋友的人 哪啊 这一见面 您就给了五两银子 这个 我们没见过这么些钱 再一个这 这名可要花完了 天天来 怎么天天来 您琢磨 这一档 这些山带们 送的钱 不计其数 花不了啊 哪不是交朋友 啊 大伙是千根万系 又大夫人出去 给三爷买的屋里面 应用织物 啊 什么叫席子 床单啊 枕筋的背后 挂儿表本吧 应用的东西 花了钱 没有花钱 那不是 一伙的功夫 屋里边 完完全全 都归着好了 敢等 帮哈 啊 来串门的 谁呀 留二麻子 啊 在外面给三爷买的吃的 又滴着酒来的 那么说 他跟三爷这么好 不是 人心歹狗不吃 哎呦 这兴送的太有钱了 啊 哪没挨哪 是先拿一百五 我这天长日酒的 还能跟他拿钱 这么一个状态 他的意思来 跟你聊会天 啊 聊会天呢 甭管是多是少啊 还能要点钱 是跟这个意思来的 买了酒 买了吃的 买的肉 这来了 往桌一放 三爷 你也吃饭了 哈哈哈哈 哎呀 这小哥这个 让你破负 不不 这不叫 花钱 不叫事 不叫事 吃吧 这吃着聊着天 啊 啊 三爷突然想起来了 把筷子撂起来 我想起来了 这个 九江这儿 我还有一朋友 这儿能有朋友啊 有一朋友 好 那行啊 您说说 啊 没别的 衙门口六扇门 从里到外 咱们都是朋友 您的朋友 我一个伙计 戴宗什么身份呢 马快都头 带走紧急均闻 啊 两院压死劳急 就简单说吧 省官厅的副厅长 那 这这个身份 啊 我这个朋友叫戴宗 啊 我这 哎 戴走没人了 一低头 躺下了 活活吓死啊 这怎么回事 赶紧再往起掺 哆嗦半天 这才起来呀 连话都说不出来 一句话都没说 浑身哆嗦 扶着墙出去了 怎么呢 吓破胆了 啊 打这起都不敢露面了 这没法见人了 心说一百五两银子 把我的命给卖了呀 啊 三爷还纳闷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啊 难道说我这个朋友 人缘不好吗 这是 一宿无话 次日清晨起来 对锅的难友友 有过来 给打的水 要说三爷人缘不错 你想 扛着木头墩子 给他打的水 啊 这伺候三爷 啊 规制好了 一切安顿完了 三爷问问 今儿有要抄写的东西吗 这说没有 说我们老爷啊 不老认识字的 啊 但凡能不写字 就不写字 您放心 要是有热 得提前三天 我们跟您说 啊 说没事 您愿意出去 遛个弯 遛个弯 好 我要出去 看一看 我的朋友 有打这儿 出来 倒是去过一趟这个府衙 但是你说 马上就到 也不认识 啊 他又问了问 转过几抗街 可就来再聊九江支付衙门 站着一瞧衙门口 站一老头 一个老班头 多了岁时候呢 得有个五六十岁了 资格老 能耐没有什么 但是呢 年头多 这么说 就算戴宗见了他 也得客客气气的 海上大叔 人年头多 是这么一个人物 老班长 在这儿站着 这儿撵着这胡子 三爷过来了 哎呀 这大叔 跟您打听人 哦 这个 打听谁 我想问一下 戴宗在不在 是我的朋友 哦 小戴呀 拍老 见面不能这儿说 但是人都是如此 你知道吗 哦 小戴呀 出去上南昌府 送公文去了 那今天应该回来 啊 你回再来吧 哦 谢谢您 啊 不客气 不客气 三爷打这儿 出来心说 我上哪儿去呢 举母亲 谁也不认识 说今天 我其实什么时候回来 这会儿是上午 我干嘛去呢 一瞧前面不远啊 有一茶馆 干脆 我上那儿啊 喝点茶 吃点点心 啊 茶馆里边朋友也多 聊聊闲天 姐姐们 赶等中午呢 我再过来 回来了 拉着他一块吃个饭 啊 列位 听书必须要听这些东西 为什么呀 他一定要哪片都得挨着哪片 他是怎么想的 时间 地点 人物必须要挨着 这是听书 啊 这么说 三爷想的很周到 对 来在了茶馆这儿 脉步 刚要进 就听着耳边 像这地上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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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后边一帮人 别跑啊 快回来呀 宋三爷一回头 尤打这边 就来了一帮人 顶头的是一大哥 二十五六岁 这大哥现在说得一米八五望上 黑灿灿的一张脸 这个两道眉毛叫猪沙海参眉 什么叫猪沙海参眉 海参都知道啊 两个海参 发完之后带着刺儿 啊 猪沙是红的 这 猪沙里边一站 他这一贴 猪沙海参眉 连并落塞的胡子 雪盆大口 花儿脚浓眉 鞋叉天仓 植物病脚 一对大眼是造谱分明 啊 这头发这 往着一个嘴 别着一根簪子 穿着一身黑 啊 尤打那边 当当当当当 往这跑 拿手啊 捂着这怀 这个衣服里边 鼓鼓囊囊 好像是有东西 一边跑一边乐 哗哗 就如同半悬空洞 打了一声霹雳 身后边来二十来位 啊 这个 有三十来岁 有四十来岁 都是男的 齿身露体 胚着床单 你要说一个俩 没穿衣服 有听众吗 好几十人都光着 围着床单的 胚着背后的 后边 你别走 你别走啊 你快回来呀 常看水火传 常听水火传 您都知道 这个人不是旁人 黑旋风 李逵 李逵 是这儿的人吗 不是 原集是山东 一周人 跟母亲一块过日子 这孩子呀 秉性纯孝 对老太太特别的好 有一回啊 有人跟老太太 矫情起来了 家门口的邻居 一个大老爷们 骂老太太 他可真机了 打号不讯 窜起来 给人脑子这么 棒 耳边相机 要听得 这人一回头 下李回跳 没脑子 这一下 砸进去 他剩一枪子 回头看 就扔根了 死了 出了人民案了 老太太说 你赶紧跑 他说我不走 我要走了 您怎么办 老太太说 混账你 你这孩子 怎么这么不听话 你要走了 官府来拿人 我说没有 不知道 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你要在这 非把你逮着 真把你杀了 娘我就活不了了 赶紧走吧 这样才跑出来 跑了哪呢 就跑到这儿来了 他原来想去找宋江 这种好交朋友 听人说 天下有交朋友的人 山东即使与胡天宝 一送江送公明 在哪 就在 运城 运城离着 他们家不远 他也聪明 这不行 我把一上那去 海埔公安 一下子一逮我 连人送的也 都连累在内了 又一琢磨 还听人说过 说九江府 这儿有一大朋友 这种叫戴宗 他找来了 不认识 愣找来了 到这儿把事一说 戴宗心说 这种是个英雄 好汉的 就想方设法的把他留下来 又怕他惹户 干嘛去呢 你想啊 衙门口好安排人呢 就搁在牢房之中 当一名小老子头 他自己不愿意当小老子 所以一介绍 他老说 我是小老子 不管跟谁说话 都是我的儿 可是呢 就怕戴宗 这两天戴宗不在 他是得了瘾了 那么说后边追这帮人 怎么回事 此地有这么一个人 姓赵 叫赵的能 这种年龄轻轻的时候 那也是七个不服 八个不愤 后来开了一间赌场 赵的好些人上耍钱来 家里边呢 家农院工能打架的 也趁不少人 反正也是说着道道 天天耍钱呢 李逵喜欢这 但是有一样 他不识数 好赌钱不识数 这从技术方面 就无法解决 每天都去 每天都去 进门就骂街 进门就说你们玩来 大伙说 刚进门就说咱们玩来呢 天天如此 进门就打 乒乓五四打一六够 把钱往兜里摔 没头就走 天天这书 后来大伙就找来找去 找到戴宗这 戴宗问你怎么这样 他说我这劝他们 赌博不好 戴宗说赌博不好 你这跟街道似的就好了 赵的能的因为这个气 他躺了半年 买都关了不干了 他再一天 我这买不干了 气疯了 这是最近刚好起来 在家里边呢 来了这么十几个 二十几个朋友串门来 说现在什么都不干 还干什么干呢 李逵不跟他说吗 赌博不好 是吧 好 得了那就 那就随便聊天吧 聊天 聊来聊去 你想那哥几个好哥 说今儿也没外人 咱们自个儿 咱们玩会儿吧 咱们耍会儿吧 家里有东西 就拿出来了 什么叫骰子乱七八糟的 大伙只骰着玩 十几个二十几个人 越玩越开心 开始都不敢出声 开始玩的时候 赵的能的就说了 都别出声啊 待会儿那什么李的爷来的 够咱们瘦的 是什么 你想玩的玩的开心了 哎呦 你也喊我也喊 怎么这么巧 李逵打门口过 怎么教训都不行了 过去推人门去 门锁着了 一回头 墙上啊 有一阵的窟窿 他也真愣 倒退起步 蹬蹬的往前来 窜起来 一踩这个墙窟窿 往上一翻 一个旋风腿进来了 这些人跟乌正玩 他一回头院里边 吓了一片黑暈的一样 啊 一推门他进来了 多不好 屋里这些人全傻了 啥子能的说 你看这事闹的 你看 是我们错了 我们改 不可以 啊 来不及了 啊 都脱了都脱了 大伙说这都什么刑法呀 这赌钱怎么还都脱 都脱了 啊 让大伙把医生都脱了 啊 他自个儿把人衣服 脸不脸吗 拿绳子系好了 出来站在院里边 啪扔房去了 二番进屋 桌上前 全脸在怀里边了 啊 没头就跑 大伙说这不行啊 这个 追吧 啊 拿着床单 这呸着背 后不就追出来了 啊 这才有十字街头 啊 碰见宋江 这几位追的切尽 李亏一回头 他不懂 啊 你们要干嘛 啊 你们还要欺负人吗 这几位真有哭的呀 上哪说理去 哎呀 你们别这样 我们家达的自个儿玩 谁也不停 知道吗 知道吗 这法律面前 真的平等 知道吗 哎呦 他往前走 这帮往后追 啊 三爷乔 那闷儿也好玩 就跟着往前溜达 走了没多少步 咱们刚才说了 就在沿岸口的附近 刚才那老班长 老班头 还跟着这么站着呢 啊 吕着骨子啊 赵的能耐管这老头叫干爹 当初为什么能开赌局 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人支持着他 啊 后来 后边靠山更大 啊 所以说不管用了 但今天在这碰见了 怎么着也得说说 开店 您快过来 快过来 老师过来 怎么了 不是 你们都热成这样 不是 你拿手一支 你回他 你给叔叔 刚才他上家去 我们自个儿玩 他也抢我们 哎 小代呀 就不听话 我让把他弄走 小代老不 就拍老 啊 老不听 啊 过来了 这个 拿手一支 李回 李回 叫他啪 一叫 老头转了仨圈 从小都流血了 拿手捂着一支 照着能耐 主播不 接上大伙就算定住了 啊 没办法了 做客怎么弄啊 这个啊 啊 老头五脸不说话 这几根这菜也乐 李奎跟这乐 宋三爷瞧着也好玩 他说太可乐了 就这会儿功夫 有打 衙门口的这边 来了一个人 嗯 四十来岁 春清挂燥 身上背着公文 谁呀 书中代言 正是神兴太宝 甲马戴宗 说到这儿 得解释一下 什么叫神兴太宝 为什么 姓戴 叫戴宗 甲马呢 他有四片金钱 我这是按原文来讲啊 四片金钱 这金钱贴了腿上 他有这个咒语 一念动咒语啊 这个人呢 就跑得快 那么有人说 这是不可能 这是封建民信 原书是这么写着 咱们就这么描绘 当然了 后来有老先生 说到这个书的时候呢 也说了 戴宗快是因为骑着马快 那马快 可能能稍微的折一下 但是呢 我觉得大可不必 啊 因为他终归是民间艺术 都较真 这个书就不存在了 啊 话又说过来 天下的事 你没看见的 不见得就不是真的 手机信号你看见了 是吧 声音你看见了 对不对 iPad你看见了 啊 iPad你是看见了 他那信号 你瞧见了吗 所以说 好多事 您这么一听 您自个去揣摩 就行了 原书中是这么说的 腿上贴上四片金钱 然后一念动咒语 走起来 比别人快 所以说 叫神行太宝 夹马带宗 今天回来了 早在这儿 要进牙蜜 回头 准之的出事啊 因为这个事 在这儿 不叫事 是经常发生的 啊 他走的呢 正好是 李逵的身后 伸手一拍尖头 要拍没拍了 宋江的心都到这儿 怎么呢 刚才老头不是没开会 刚一几八 大二片子 三爷新说 看哪又一个 没想到这种 刚一拍 啪一拍 张子就说了 好大胆的黑丝 人 黑丝 就是你这 混蛋 这么个意思 李逵长得黑 黑丝 啪 就是一巴掌下去 再瞧李逵 整个人 磋下来了 刚才一米八五 尤其是 田中野都 这个一米九 现在如今 就这一下 这人哈下腰来了 一米七 回头 看看戴宗 乐 回来了 戴宗瞧着他 你瞧着钱了 我这 赌博是不对 大爷也不理着 钱呢 给人家 火 到一地都是 带宗一致 滚回去 转身走了 呼 接上这些位都过来 哎呦 大爷我们谢谢 您又救了我们了 我跟你说 不怪我们 哎呀 把这床单围着 这些位 千根万谢 拿着钱 回去了 戴宗再一回头 墙上还站一人 以着墙根 老头 小戴也回来了 人真欠打你这了吗 天下这个货还多 小戴回来了 回来回来 大叔您这是怎么了 我能怎么 李亏打的呗 这孩子 我说的 我说的 我这有一叉之镜 掏出一块散碎银子 您拿的 喝茶 我不是为了钱 你知道吗 他这二步 三说五说 给老头说走了 转过身来 带宗要进 衙门 送三爷过来了 来折磨 非是带人兄 带宗猛回头 面前站着一个人 四十上下的年纪 身量不高 三柳莫然 往脸上瞧 气宇轩昂 赶紧的环礼 不敢 正是小可 敢问尊兄 山东送江 人的名数了一点 人的名数了一点 早就听说过 尤其是江湖道上 这人名 心里都装满了 万没想到 今天在这儿 您什么时候到 我昨天到的 三哥 您稍等片刻 说到这儿 咱们就得 孙人带宗 是个朋友 稍等片刻 干嘛 进衙门里边 请假去 简单结束 公文递交完了 见大老爷 说我要请十五天的假 九江之府 蔡德璋 知作压花子 离不开呀 你哪能走 你要说别人无所谓 你五天我都舍不得 什么事 我来了好朋友 我这几天什么都不能干 陪朋友 咱们这儿 我先给你五天 然后衙门有事 咱们随时再说 是 谢大人 因为戴宗并不知道 宋三爷是发配到这儿 有三年的功夫 知道吗 他要知道 他就不至于这样 他以为来待两天就走了 我得陪朋友 就这一点上就看出来 戴宗 人性好 前面 这儿我出来 探哥 走 咱们找地儿 吃饭 饮酒 不能跟街上说 拐过弯去不远 有一酒楼 这个酒楼非常好 衙门口 消费都在这儿 来到这儿 卖不往里边走 连掌柜的 带火 就全出来了 带呀带呀带呀 这类事儿 这是我哥哥 宋三爷 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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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哎呀 九样 不认识 不认识 为什么呢 给戴宗的面子 戴宗说怎么样 买买还行 挺好 托您的福 都挺好的 要是能把上半年的白条 给结了才好 戴宗真的说 会的会的会的 上楼吧 二楼包尖 伙计们跟着 好 这个人物来的 那还了的吗 大伙计 小伙计 乌羊乌羊的 陪着两位上去 来到上面 擦桌子 沏茶 韭菜 都不用说 都是最好的 一伙的功夫 是背盘罗列 哥俩对面而坐 你说这事儿 三爷 因何来在九江 三爷长谈一声 把家里事儿一说 带总才知道 三哥是充军 发配到了这儿 没别的 哥哥 行了 要说到别处 我戴宗人不敢说话 来再聊九江府 您放心 都有小弟我呢 在这个地方 您踏踏实实的 没有人敢欺负您 有人动您一根汗毛 我让他立根其干 来吧 酒也得了 菜也得了 咱们哥俩喝着吧 这儿喝着 喝着酒 聊着天 说着闲门 无非是哥们兄弟之间 敬佩之话 就听着楼底下乱了套 怎么呢 小老子来了 啊 大爷一卷的 回去了 回屋待半天 小没进来 瞧瞧有猪力 到门口一瞧 老板长跟那站着 屋里 老板儿 你这儿 我这儿 跟谁都是 我这儿 你说 你说 谁带的爷呢 小带 天下这个货打死的都不多 来人找他 喝酒的 不在这没事 好没事 好好好 你说没事了 愣英雄把腰又挺进来了 没人管的了 这个老板娘 你知道谁就来耍钱吗 现在没有耍钱的了 你教育他们都知道耍钱不好 说着话 自个儿往前溜达 走了走去 走了酒馆这儿 他也是无意中啊 回一下头 没想失败 回一下头 门口站着撒火一敲 他磨头就跑 怎么的 净打人了 来了就喝酒 什么好吃吃什么 吃完热情闹事 火你都怕他 给钱不给钱 还到其次 挨打人就犯不上 所以这些仨木头跑 他不干了 净什么呀 我没打你 回来 这仨出来了 哎呀 你 跑什么呀 怕你打 谁打你了 啪 好家伙 拳头八成二踢脚 一会儿我们这仨都守护了 这连喊带叫救命了 啊 救命啊 楼上戴宗就听见 啊 这一推窗户 黑丝 哈 这俩子是黑丝 当时就滚 哥啊 你这是要疯啊 上来 山东 送三爷到此 哦 好 站起身来 蹬蹬蹬蹬蹬 迈不可地进来了 啊 上这楼梯是窜上来的 为什么呀 耳朵里灌满了 山东胡宝义 及时与宋江宋公明 肇死夜叛 想当初差点头奔人 没想到今天来了 我得见你去 啊 蹬蹬蹬蹬蹬 上来了 二楼一瞧 没有旁人 整当中一张桌子 就是这哥俩的对面人座 为什么呀 他们来了 楼上不能卖座 楼下卖伞座 嗯 仔细端详了宋江 哈哈哈哈 宋三爷乐了 啊 怎么呢 刚才就看见他了 啊 打人 知道 好好好 呃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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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过宋三爷 李逵往前来 鼓蹬就跪下了 三哥 三哥我的 亲三哥 我早就听说您大名了 今天才见上你 兄弟给你磕头了 蹦 蹦 蹦 磕 哈 都 楼下还有人吃饭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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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儿楼下说句良心话 叫一人吃饭 为什么呢 有人一来说 哦 不是 带的也请客 咱别搅和了 哪都是 这关门人躲着这 啊 而且刚才门口一打着撒伙 就连哭带闹子呢 好些人咱别去了 会弄一身血咱们懂什么 但唯独来就不怕死了 这五来岁 年轻的时候 恒星九江湖 外号叫活阎王 上岁数就差点了 这只有一特点 你别看这是 恒星霸道财民 自个家里吃东西也舍不了 家里都要开饭了 自个的闺女啊 孩子们吃的都打得胜的 什么便宜菜啊 什么破一点那个米肉啊 给孩子们吃 他自个出来 但是他出来 他也不是花钱酒的地方 他舍不了 他上这来 一碗米饭 要一碗鸡汤 米饭泡鸡汤 就算吃饭了 火炎王 你年轻时 他敢进 王子一宿 米饭 鸡汤 你都吃这个了 你吃一瓶辣味的吗 伙计们也没辙 而且这个吃了还不给钱呢 他问你 你这个一碗米饭 一碗鸡汤 你好意思要钱吗 是吧 就这个货 这伙计没辙 不惹的 米饭成来 先把鸡汤炖在这儿 拿着鸡汤 自我来看 兑水了吗 那那门天下欠打的人太多了 兑水了吗 我就是 您见天哥们这儿白喝鸡汤 能兑水 您赶紧喝 赶紧喝 赶紧回家 这个你们是不晓得我呀 二十年前 大爷我正说 天天这书 正说着楼上磕头了 登登登 这土就下来了 整个这碗上一层 我的伙计 怎么回事 戴宗戴的也请客 这磕头子是 黑旋风比贵 我去看看 味怎么样 更好 掏出块散碎银子 饭钱 撩着医生 垫着脚尖就出去了 神鬼怕横子呀 天下这个道理 是一点都不假 他出去了 楼上没别的了 哥仨聊天 喝酒吧 简短结束 打这儿起 宋三爷就算是有了着了 为什么呢 有好朋友了 挺好 天天是这儿吃完了 那儿吃 聊得都很开心 有这么一天 大伙定下说咱们明天这样吧 去趟巡洋楼啊 巡洋楼是九江的圣境 名圣 三爷说这儿 要是上巡洋楼啊 我坐回洞吧 简厂都是你们请客 不像话 我明天等你们 好不好 好嘞 这儿说完了 提前又通知了人家巡洋楼 说明天跟着吃饭 我们要吃一全本 什么叫全本 三顿 由打草证开始吃完 吃三顿饭 这叫全本 你们准备最好的调和 最好的东西 啊 老板说您放心 我们都准备好了 次清晨天蒙蒙亮 宋三爷可就来了 啊 怎么呢 心里有事 我这早去 我去了 我不能让朋友等着我呀 对不对 啊 我这道等着 没想到到这来等着 戴宗没来 为什么没来呢 府里边有紧急公文 跑一趟南昌府 宋三爷说 这怎么能菜都准备了 伙计劝着 您先吃着喝着 啊 不要紧啊 你们都是好哥们 自个儿的兄弟 吃着喝着等才来 也不为不 三爷坐在这儿 喝酒 老话说的好事 果酒难饮 喝来喝去啊 可就喝多了 啊 脑袋晕乎 脚底也晃 我就说三爷这样吧 您别跟这屋带 这屋闷的哼 我给您掺到雅尖 到雅尖去 我们墙上还能提示写字 三爷开心了 好啊 头前带路 让到雅尖 宋三爷 吩咐人 取来支笔墨艳 粉皮墙 留下了诗句 惹来着 他天 大户 in 中文字幕 李宗盛